我收到了一張信用卡 這張信用卡是什麼信用卡呢 現在看就知道了 立馬開箱給大家看 趕快要架式 你看看 這就是 OK Omiage卡 非常的可愛 我覺得基本上男生應該都是會選這個卡面 因為這個卡面就是 它這個是一個達摩嘛對不對 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個平面卡 我把這個比較 基本上如果你只要選一張的話 男生 就選這張卡面 我覺得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背面 它的背面大概就是這樣子 該摺完之後什麼都看不到 就是一個紫色的 圖這樣子 然後一個底 對 所以呢 如果您自己本身 喜歡就是 去日本玩的話 這張卡面 倒是可以把它辦下來使用 對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 開箱的部分 它的正面基本上就是 簡單 對 那它的背面部分有它這個 卡片的優惠 你可以看一下 對如果你有收到的話 就能看到它 主打的是 旅日神卡 它有很多不同的優惠 那我之前也有寫過文章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 基本上的話 就是去日本刷卡消費 這張卡片都是3%回饋 應該算是目前 基本上都是很高的 如果你 不加上那個 比如說銀行每一季 推出來的特別活動的話 那這張卡片的回饋 基本上OK 對 但是除了日本以外 它其他的回饋就不怎麼樣 比如說你在台灣刷 或是在其他地方刷 就是一樣 只有1% 對 那它的這個回饋機制的話 你可以選擇現金回饋 或者是選擇這個 Ninepods 點數 那 新貨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選擇現金回饋 但是舊貨的部分 因為會有新貨 所以我個人建議 你可以選 那你只要綁上這張卡片 在你的Ninepods 上面之後呢 只要認出來一筆 就可以拿到100點的 這個Ninepods點數 這個沒辦法 對 好 這個我看一下 這個游東線說 去日本玩 有比樂天更優惠嗎 樂天它的信用卡回饋 基本上是1.5% 那 它就是把你的交易手席 打平 但是這張卡片是3%的回饋 所以基本上 應該是比樂天還要好 就是它是樂邊的回饋的兩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它是JTB發卡組織 所以 很多那個JTB的活動 它都吃得到 所以這張卡片基本上 我個人是覺得說 如果你是新貨的話 就是考慮可以 辦一張卡片 然後再跟寶可夢這一團的話 現在有就JTB的活動 那不妨給我200我就給你100 就是這樣 如果你自己有辦這張卡片的話 你拿到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 一個信封裡面就是一個開卡 然後這邊一張新玩卡 就是這個樣子 對 那 它的新貨禮我覺得還不錯 它送你的是一個交通卡 是Iko卡 或Sweet卡 西瓜卡都可以 看你喜歡哪一個 如果你在 東京的話 基本上你 選擇 西瓜卡 那你如果常常去關係的話 選擇 Iko卡 現在全日本他們都通行 全部都通用了 所以你選哪一個卡 其實是沒有差 所以新貨禮的話 我個人覺得它是還蠻值得收藏的 因為它裡面還有2000日幣 那你把它綁到 你的那個Apple Pay裡面的話 它的那個 回饋清晰都可以變強 就是 可以在數位 就是你自己的手機上面去使用 這個是不錯的 你會不會再說 它不停的 然後呢 其實是